疫苗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 所以我認為現在政府最重要的工作 還是去解決疫苗的問題 因為地方在熱區 有它的急迫需要 也希望中央在疫苗的採購能夠快速 中央還是要明確的告訴我們 你知道 疫苗什麼時候會引臺 量供應的速度 因為在我們找辦法設計 打疫苗的方法 過去大家很多醫護人員 不太想打疫苗 但是今天又不得你了 從現在開始 所有的醫護人員全部去打疫苗 雙美市長要中央加快腳步 但蔡政府被踢飽 現在拿到70萬劑AZ疫苗 全是靠自行買來的 卻只有11萬劑 其他竟然都是靠 COVEX平台分配給台灣 網友紛紛嘲諷 蔡政府的採購能力 令人太驚嚇了 台灣缺疫苗 卻不肯跟大陸代理上 買好的BNT疫苗 網友痛罵民進黨意識形態防疫 真的會害死台灣人 大中華區的這個總代理 就是個大陸公司 這是一點 所以民意黨意識形態作稅 他不要買 有這個民意黨的人想要 從中發國難財 介入這樣疫苗的採購 政府你有沒有盡到你的努力 去幫人民把這些疫苗爭取回來 而不是什麼事情根本 你連Touch都還沒有接觸都沒有 你就開始在那邊胡說八道 用意識形態的東西 去擋住所有東西 你那樣子不僅是害死全民 也是害死你自己 全球狂打疫苗 台灣的疫苗卻少得離奇 手掌的呼籲民眾的恐懼 不知道蔡政府有沒有看在眼裡 記者張昭彭旭光號 A3G小組台北新北報導